这个人,他出生,他的生日是这一天 那我如果要跟今天比的话 他出生到今天为止 是几年 几个月 又几天的话 当然如果说你要自己用 什么,用那个义耳好了,比如说我今天 什么,如果要算的话,可能义耳 对义耳,然后month对month 然后day对对,那这如果说用义耳monthday来算的话 那其实是相当麻烦的 所以如果将来你遇到这种哪一天 然后要计算出他的精确的年龄的话 其实第一个你要了解所谓的day对这个函数 那day对这个函数他主要能做什么 他背后他有一些参数可以帮我们做一些计算 那首先第一个他里面能做什么 后面有列个表,主要是能够 如果你要算两个日期相差几年的话 你可以用y 月用m 那d的话其实有几天 不过实际上他比较有帮助的其实就是y跟m d的话其实你可以两个日期相减就可以了 OK,那我们来看一下,首先第一个 如果我想知道呢 这两个日期相差几年的话 那当然如果我们可以用几个方法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可以用刚刚讲过的那个什么日期时间函数里面year year能不能做,可以按确定 你会把这个year 2006 然后你怎么样,减掉什么呢 减掉这个year,这个year可以直接把它复制贴到后面 OK,然后把这个b3改成a3,这样就OK,就是2006年减掉1982,26年 OK,这个方法呢 可不可以?可以 可是呢 问题啊,他有一个 地方可能要特别注意,year减year的话 如果你这边的假设是10月12 他已经满了,就OK,可是如果你今天是8月12的话 那也就是他其实没有满 理论enter的话应该这边 如果你是 还要去 算到月跟日的话 那可能特别需要,如果你用这个方法就不OK 那怎么样才可以 算出正确的结果 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要 学会一个叫DATIVE的函数 但是DATIVE函数 他比较麻烦一点 他不在这个清单里面 你会发现DATIVE没有 但是他有支援什么?支援就是相容模式 所谓的相容模式可以用打的 等于 DATIVE 他比较麻烦一点 的地方在这里 不过当然会有同学会问到 老师那为什么他明明就有 为什么不能在清单里面直接像其他函数吗 主要原因是因为有专利的问题 因为这个函数呢最早是在 Excel 的前面有一个 更热门的一个软体叫Lotus123 因为最早 四串表都是用那个软体 是Excel后来呢 他有Windows Lotus以前在DOS 不知道各位对DOS DOS黑白的画面 如果你摇头表示你年代可能比较后面 如果你点头的话表示你应该有点年份 因为那已经超过30年的东西 然后来有Excel的话呢 因为他Windows 比较方便 可是问题是Excel他要兼顾到以前的人的使用习惯 OK所以他把这个DATIVE拿进来 他有专利问题没办法放到清单里面 所以我们就直接 直接用打的 OK 那他不是重点 重点是这个可能就用打的 DATE 所以可能要 记一下DATE DIF OK这个不要拼错 因为之前有同学拼错 拼成什么DATA 不要拼错DATE 加DIF OK然后前刮五 三个条三个参数 第1个参数是 前面的日期 就是1980的这个 所以前面日期 逗点 第2个日期 就这个日期 逗点 第3个是你要比什么 如果你要比 相差几年的话 记得给他一个字串 字串符号字要打双以后 这个一定要打 然后按Enter OK各位可以发现 这个时候呢 结果就出来25 26 也就是说如果你用一额减一额 他算出来是不会管 月跟日的问题 但是呢DATE 他会所以如果你现在再把这个改回来 改成10月的话 Enter 他就被26 也就是如果你满的话 他才帮你下1 如果 不过当然以后你要试你的那个 规则 你那个栏位的规则 如果说不管 反正呢 我就看年 其他不管 那你就一额减一额 但如果你要看的话 那你就用DATE 这可能你要试你的那个栏位 的实际上逻辑 你不能说 全部都用DATE 另外的话呢 一样的方式 我们可以把这个公式复制一下 那放到底下 去用那个什么把这个Y改成M OK 那这个 这个改一下改成4 这个 A4跟B4 如果 算什么呢 他们两个相差几个月的话 几个月最麻烦 为什么 因为几个月的话有大月有小月 然后又有28天 有没有29天有没有润年又多一天 之类的问题 OK 那不过如果你不想管那么多的话 你就通通交个什么 交给DATE不叫 然后这边有M 就大功 打勾 两个相差几个月 打勾 313 那如果说你今天呢 你要用什么 用其他函数 跟各位讲 应该是很难的 OK 几乎是做不出来的 你用慢死 除非是你要一耳 减完之后剩下还要算慢 太麻烦了 所以干脆 你用这个DATE不就简单多 尤其是算 月的部分 那再来的话算几天 几天的话其实我们当然把这个公式复制下来 然后我把它改成D好了 这个改成D的话 两个相差几天 9554 OK不过 如果你不用这个DATE不去算天的话 我刚刚讲过还有一个更简单的方法 直接怎么样 等于 后面的这一天 减掉 前面一点的日期 打勾结果一不一样 一模一样 有没有 日期减日 因为它里面就是一个数字 数字减数字结果就是总共差差几天 这个比较简单一点 所以特别是DATE不算日 这个其实 可有可无 没有没有关系 OK 那再来的话后面这 这几个 比较特殊 那什么呢 特殊呢 YM 意思就是说呢 你算完年之后 还剩下 就是差几个月 比如说像这个好了 如果我用那个 DATE不来算Y的话 应该减完之后 应该26年 可是后面 还有剩 应该剩一个月 相差 10月12月还没满 所以一个月 所以如果你要得到相差 剩下来的一个月的话 那你可以用YM 所以这边的话 我把它向下填满 然后把这边改成YM Enter一下 里面会得到什么呢 得到就是你找的找的那个 剪完之后找的月 一个月 有没有就是意思说剩下 你 那等于就是说你已经满了26岁了 然后你又多一个月了 最后 YD我们先跳过 MD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年算完26年了 然后月的话呢 一个月 然后还有剩下还有 早的还早几天的话 就用MD就可以了 所以其实这边的话呢 我们直接把向下填满好了 然后这边把它改一下 这边改成MD 意思说呢 算完年 算完月之后 还有剩下的天告诉我一下 OK Enter一下 27天 意思就是什么呢 把这个 剪完之后 它已经满了 所以26年 OK 然后再来的话呢 就是剩 这个剪完之后 因为它没有满嘛 所以就一个月 那一个月之后的话呢 再剩下来的还有几天呢 27天 所以基本上 如果呢 我们想要算什么 精确 这个人 出生到今天为止 那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的话 你可以用 同样类似的方法 先Y 再什么呢 YM 再MD 其实就可以得到我们要的结果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你可以先了解一下DATIVE 然后再来的话 利用我刚刚讲的 这三个 参数 计算一下 那最后的话 请你在这个栏位里面 显示出什么结果呢 就是 他这个人出生到 今天为止 今天呢 几岁 逗点 几个月 这个可能要自己填 又几天的话 只要填到这边来 OK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其实当然呢 你可以用什么 刚刚讲的DATIVE 等于 如果他自己打DAT DIF 钱瓜 那三个参数 第1个 这个 前面的日期 逗点 后面日期的话呢 就是今天 那今天的话当然呢 我们现在是没有打在某个参数 所以你可以自己打一下 DATIVE 小瓜 这个就自动取得啦 当然你 如果不会这个方法 你在旁边 插入一个函数 再去抓那个 储存格也OK啦 只是我觉得 就不用多一个步骤 逗点 抓什么呢 计算说他到今天为止是几岁 打个勾 OK 47岁 但问题 他还有几个月有几天 你可以怎么 再把这一串 放到那个后面 然后把这个N跟这个N改一下 就可以算出来了 OK 请各位先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好 好 好